完了 又得重新来一遍 刚才我这个自媒体刚讲到热乎的时候 又来电话了 我又得停下来跟大家说 去说别的跟那个人说话 然后呢 这边又得重新坐 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1月11号 世界本无事都是烂鬼祸 这是我发明的一个句子 因为它足以形容当今世界 但是你如果用老话 那也太文明了 太不够劲了 世界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那江泽民是庸人吗 那明明是烂鬼吗 曾庆红是庸人吗 他控制的一大多 那家周永康是庸人吗 太轻松了 这形容词太美化他了吧 他控制的中国的老教所 全都是管理人员 全都是地狱里的小鬼转世啊 庸人自扰之了 可不是庸人啊 全都是浪子 十二个有少年 相反的 专门 就是乡人 亡人 现在到一个超市 给我住的那家 我要把它的冰箱买的满满的 做一次让人家也打扰人家了嘛 这样我才心安意得呀 哎呀真欧麻在那儿呢 这是真欧麻 等一会儿啊 它这里的柿子可是比柏林贵啊 一公斤两点啊 一公斤三点四 我的老天 那写的两点四 那也就是说四个算一公斤吧 五十层的呢 哎呀比柏林贵 柏林有的店二零点二九二十九称的 咱们还是到诺马和阿尔迪 因为质量都一样 它这样贵就是运输费算在里头 地皮费算在里头 咱不上那档 哎呀世界本无事都是烂鬼货 接着来接着来 你说曾庆红控制的那些全世界的中国客客不 你想 那 这个谁 叶建英的儿子叶选平还不是啥啥啥呢 也就是当年是个广东省省长还是副省长 还是省委书记 岛都退休了 人家还有三千水军呢 在海外 在海外 那还不担任克格伯呢 你就想想曾庆红的水军多大吧 那那那那那 不脱离这个体制 留恋这个体制 永不背叛它 你就被它嚼死 嚼死嚼死 柔柔 大陆人如果要是到莫尼黑来啊 就不用买那些单个的私人店的东西 甭管生活品还是日用品 就是买这些连锁店的超市 Norma啊 什么什么什么 阿尔黎啊 Leader啊 这都是全国统一的 甭管汉堡 这个全德国最贵的几个城市 就是法兰克福 莫尼黑和汉堡 柏林是最便宜哈 柏林它一个是跟东德那连着 它的跟那边生活水平要平 再一个就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炸平了嘛 当时东柏林 所以一切都是重新建的 就是光不溜秋的 没什么内涵 没什么内涵 莫尼黑就不一样了 嘿嘿 基本上第二次世界大战 只炸了纽伦堡边上的那个 在这里的四个是特别的甜 不用放几天那种吃是1.9 哎你看看 哎呦是贵啊0.69 是贵啊 人家那边是 柏林是0.29 他这里 柏林最贵的是0.50 他这里0.69 真的很贵哦 地皮钱 超市它也涨价 那就是地皮钱 2.494的 那实际上这么小的也是50 也是0.61个 差不多 所以你怎么买怎么挑也是这个价 要不要吧 要不要吧 呵呵 要就是这样 2.494个 比这个大的还贵啊 哈哈 哎呦 这个是减肥的 这个是减肥的 这个不用像北京那个放好几天 这估计都是越南那边来的 反正是跟越南是一个纬度县的地方 可能是意大利那边来的 要不然为什么这么便宜 看看哪来的 哦 西班尼 西班牙来的 它跟越南是一个纬度县的 据说啊西班牙那边的水果掉地上门解 为啥呢 勿不起那劳动力 呵呵呵呵 经常听人们传说 那里的中国人 看着那 掉地上都心疼 但是人家老板没有 橘子树的主人没有 就是广杆啊 广杆树的主人 层子干层的主人 没有 钱不劳的力 所以就烂着吧 烂着地里吧 就这意思啊 嗯 好 越南人告诉我 这个是减肥的 我就 都不用削皮 也不发誓的 切两半就能吃 多好 然后再买点啥呢 哎呀 接着说接着说 我也是为了满足我的粉丝哈 我现在有粉丝了 他给我写了一句话 请你多介绍一下 莫尼黑的街道 还有另外一个粉丝说 你这种边走边讲的形式非常好 哎呦我听着真高兴 我得给 咱得对得起咱粉丝哈 没粉丝咱们水站 那船高去 对不对 所以 住的人家 我的生活理论就绝对不欠人家的哈 住人家两天咱们就得给人家买上他十天的东西 能走钱 一定要住 还有我不要愿意用他们的小手指 我愿意用咱北京的大手指 大手指又便宜 用着又赶劲 厨房哪都能用 你看才1.35 四卷 比北京便宜多 比阿尼也便宜 阿尼是1.29 哎呀 好多东西我都养尊处优都不出来买了 我家全都是我老公买 开车嘛 愿意去超市 所以这些活都不是我的事 我真的是个养尊处优的人 就写稿子 就做媒体 现在是9月份开始做自媒体 对 是 为什么就那么贵 Kaki 在某和某某只要是0,5 售一,准备 但也有4,2,4 售一,准备 售一,准备 枇一,准备 枇一,准备 准备一,准备 准备一,准备 他也说 地皮贵 他说,牧尼黑什么都贵 就巴巴利亚都什么都贵 明白了吧 没法说 没法说呀 没法说 我是不爱吃这些白菜 啥啥啥 看见没 这就是我说的这种白菜 它这个超市的管理人员 每天扒一层皮 扒一层皮 扒一层皮 烂一层扒一层 烂一层扒一层 它为了卖新鲜嘛 德国人是不是傻 很傻 就是像中国那样 卖给每个家庭 一百公斤 一冬天不就都有了吗 你这吧 你不是全都赔本了吗 你看我买的这 是不是菜心 菜心菜心 非常好 在西纳 我们的家庭 每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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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用来 非常好 每个家庭 每个家庭 非常好 非常好 我们喜欢吃 我喜欢吃 我喜欢吃 真的吗 我喜欢吃 但在超市场 每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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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们更好 但是 比你更好 但是在德国家庭 这种好家庭 蛋糕Juice 给他介绍介绍传统文化 传统的中国都爱吃 皇帝都吃心 你们可好天天跟我们拔心 他说 德国都是这样 德国都是这样 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你怎么给他介绍他也要拔 他控制不了的嘛 他只是个固人 他哪能管得了上司 是吧 还有啥 哦 面包 面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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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点粗面的面包 买点粗面的面包 他这里都兴全面粉的面包 他这里都兴全面粉的面包 这就是这 这就是这 呢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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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真是爱吃 卖昨年富强粉的 我在这说北京话富强粉的 他们都笑我 为啥呢 这里没有什么富强粉之说 这里就是Full Come Full Come 全卖的还是不全卖的 它都是这个说法 接着我的感叹 你说世界本屋市都是烂鬼祸 你说我发明这个词 你们大家接受不了 你怎么烂造词啊 古代说的是庸人自扰之啊 我呢 实在是觉得最恰当的不是 江泽民 2000年9月份 那人皮就不是那主元神了 主元神就下地狱 那不是不是下地狱啊 行神全灭了 那你说下无间地狱了 那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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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天说下地狱 然后又说下无间地狱和行神全灭 有一个五毛就提出来了 无间地狱和行神全灭 是一回事吗 你看人家提出来了 无间地狱和行神全灭 要咬着五毛啊 看一两眼 还知道那词 但是不知道之间的关系 下地狱的那算轻的 那就是大恶人大邪恶之人 对宇宙大法犯罪之人 那绝对是下无间地狱和行神全灭的 那行神全灭就没有转生了 生命根本就少也没有了 状态法轮里头不是有一句吗 就是把他圆形揪出来化成水 就没了灭了灭了 如果不灭呢也就是把他腿 坏嘛干扰正法 斜的嘛就是啊 轻盈 这就是